是夏兆星的歌,前面見到KC,非常感謝他 連續六個星期跟我們在天南地北 他是時事評論員,不是賣股專家、投資專家的角度來跟我們談 反而我覺得很多層次很豐富 我想請教一件事 政府今年先推出電子拜神 因為我看報紙,黃大仙老車公好 都隨時登廣告教別人如何不用去廟宇拜 都可以,特別是今晚年初一,11時那段時間 如果你去不到,因為現在不准去,不是你不想去 你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電子拜神是今年最流行的事 所有事訊都一定要想想做不做 會不會做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不做的話,不是有甚麼損失 而是這個成為風氣之後 你遲早都要學習的 除非你以為不拜 第二件事我又覺得很好笑 推電子利是這件事 因為政府也好,連商場也做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推行電子利是 為甚麼呢? 我想做也好 我是否要問對方拿了電話號碼、戶口 我才能傳到錢給他呢? 因為如果要電子利是 即是電子付款 電子付款的話,一定要有戶口才能收到的 我可以撥出去 當然如果要送錢給別人或派利是 自己才有戶口 對方也有戶口 怎會用法呢? 電子拜神 我都容易明白了 你下載王大仙的APP 也好 要看著天空 要怎樣做點事 要向著獅子山方 對… 但電子利是… 我們小時候都常聽 拜王大仙心向一住 不用做那麼多事 如果你說一般電子錢包 其實大陸已經有幾多 大陸就很普遍 其實你是下載APP 你下載APP之後 你便入錢 便可以花錢了 其實原理上是一個debit card debit card是什麼呢? 拜達通的例子 你明白了 拜達通 有一張卡 你能入錢進去 便可以花錢了 只不過它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轉帳過數 由A比B 很簡單 例如你有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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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張 如果八十通是個數功能的話 你將你的八十通的錢 轉到我的八十通的號碼 即每張八十通的號碼 其實原則跟銀行的過數是一樣的 轉帳是一樣的 所以你這件事又不用想得那麼複雜 根本它那些電子錢包 其實就是debit card 是可以過數的debit card 就是這麼簡單 入了錢進去便可以給別人了 當然你也可以收人的錢 如果打通了 那個系統可以讓你打通 我想問問你 如果是這樣 我如何付錢給小朋友呢 小朋友有沒有戶口收錢呢 我看到那些 如果你的debit card過數的方法 例如不是打電子號碼的 你也可能拿出電子號碼 你拿你的電子號碼的電子號碼 掃完之後 他認不到對家 你便可以有轉帳的行動 但小朋友沒有這件事 幾歲的小朋友 到十幾歲的小朋友 十幾歲可能有銀行戶口 或者有張八達通 你以為現在一幾歲的英俊拿著電子號碼 糟了 難怪我真的很老套 所以我在擔心 趁這個機會問你 我難道去問他拿這個嗎 原來今年開始 大家都隨時要拿著手機 小朋友都有手機 現在也有收款的功能 Apps 在裡面 大家用barcode 照一照就可以了 如果是這樣 我真是落效的第一 第二件事 我回去現在要收拾我的東西才行 但是派利事的一大二就是來利事事 一封利事 就拿著封利事才是利事 是啊 我拿著電話對著你的電話 那是你什麼事 首先 意頭上感受不了 第二 利事有一個神秘感 過了新十五才能拆 你現在把一堆 一堆就看到你什麼水 然後給你多少錢 即是立即看到多少錢 這個武神秘感 第三就是 很多你快利事 譬如你探朋友快利 留下個看家 或者是吃飯的時候 有個侍應 工人你也認識 你工人你自己認識 有些侍應你不認識他 你又不想讓他知道你是誰 你不會做這件事 這個實在就不是太過方便的 還有保持神秘感 這也是重要的 譬如有些 在公司派利事 一群派的一邊 收的一邊 然後就排隊去拿 是啊 很開心的 一群拿 拿完就不知道哪封打哪封 封封都多了 這樣才可以運水磨魚 有些想給多一點 給多一點利事封就省鏡一點 給少一點利事封就大陸利事封 每個人都用了一隻 有些事情玩 我想這是樂趣 對於派的找收的也是 如果你變成在電話上 這當然也是政府的詭計 他想掌握你的資金 流向之類的 但是從我們這角度來說 都是不會理會他的 是不會理會他的 對於自己派的 自己弄 自己玩自己 我們不會理會他的 對呀 怎會有人派電子利事 除非你說公司 開工禮事 這事未過年才說 想起屎橋 屎坑的想法 那一年又不說了 哈哈哈哈 不過宗教電子化 這些習俗文化的電子化 你覺得會不會大行其道呢 我不知道內地 是不是全部轉了電子利事 第一你說深鄉一珠 就已經可以了 我覺得深鄉 依然有宗教的意味 但是你說電子化這件事 即是說 你要用這個電子方式去 去拜神也好 或者還神也好 什麼都好 我可以想像 你現在這次拜 下車還神 又好像電子利事 你拿筆錢來 就叫還神了 哈哈哈哈 所以 我相信宗教是有一個 有個偶像給你崇拜 以及有些儀式 我記得我以前讀社會學的時候 學宗教那件事 即是它有一個給你worship的對象 以及有一個儀式 這兩部份是很重要的 如果宗教這兩部份 這麼重要的兩部份 如果你嘗試用電子化去抹殺它 其實都是那一句 那些宗教是不會理睬你的 哈哈哈哈 他們不會得逞的 都是那一句 所以宗教 以及如果純粹是一個 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你可以像我剛才所說的理解 有一個worship的對象 以及有一個儀式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一種unity 叫unite一群人 將一群人聚在一起 這個效果是很重要的 這個效果 也都某程度上 可能會形成一種權力 一群人聚集的時候 譬如教會有什麼都好 你也有個教頭有個道士 你也有個教宗 然後整個教宗 有個道長 當然有這些東西 有一個頭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權力的體現 即是他是一個 所謂on behalf 去接通神靈 即是那種 神人之間的那個渠道 那個messenger 所以你如果一般政府 當然西方那些 宗教會境比較重 會ok這件事 但是無神論 例如共產黨那類 很多共產黨都無神論 他們就不容忍這一種 第二權力 這種第二權力 其實對他來說是一個威脅的 因為 宗教那種權力 不是限於領土的 是橫向伸延 理論上他可以全球 每個國學都可以有那種權力的伸延 這種權力伸延 本來他就不喜歡了 但是你的價值跟他不同 一般可以橫向有效伸延權力的宗教 都是所謂普世價值那種 因為他不是一個有武器 有一個法定殺人權力的個體或者組織 他吸納的群眾的方法 一定是有一套價值在背後 而那套價值 所以往往是跟共產那一類的政權相衝 所以你就會看到現在共產控制的地方 就很不喜歡這一類宗教 你立即是美國那些基督教 或法輪功或哪些都好 他都是不喜歡的 他都會想辦法去剷除 剷除不了的話都是陰乾的 所以其實電子化是第一步去陰乾他們 但是當然那些人 其實疫情關係就沒辦法 當然雖然有些人想去疫情 永遠都在 但是疫情至今都會過去 你過去完之後 其實他們那種群眾的聚會 又會再次出來 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用考慮 那種所謂的電子化 是真的很困難去做的 哼哼 即是電子化是方便管治的 這個就是大家都明白的 亦都是政府想推來加強管治的一種方式 不過進入了宗教文化的領域 防疫那些反而還很切身 有時真的不做不行了 因為你是要在很短時間裏面 達到某個效果 但是你去到這些文化宗教那些 就是連根拔的 會隨時將整個宗教 整個文化習慣 是改變了 以後那些 如果是派電子理事 我自己擔心 派了多少年之後 連派理事這個習慣都沒有 因為你天天都已經在付錢了 和你用Pay Me 大家吃飯夾錢給你 沒有分別的 你說叫它做利是也好 大家根本就已經看不到意義在裡面 我看報紙說 今年年初三是情人節 即是二十四 鬼佬情人節 那天本來結婚是大佬日子 很多人都選情人節結婚 但政府的數字是 今年年初三登記結婚 只有五十四對新人 比去年減少六成 當然疫情可能有些影響 但再遠一點 究竟是不是香港人結婚的越來越少 於是再越講遠一點 結婚後生兒子越來越 也沒有興趣生兒子 一直這樣整下去 整個政府的 香港人口架構 價值等各方面都在慢慢改 當然加上政治考慮等各方面 你覺得我們將來面對這些 結婚好什麼都好 那個走勢應該留心些什麼 有疫情當然是影響大的 我都相信結婚數字急跌 真的跟酒樓食肆開不了萬事 或者限住二人四人 這是有關的 因為結婚需要派酒 我相信到現在為止都頗流行 曾經早幾年試過 有一輪流行過什麼旅行結婚 或者擺咖啡就算了 但是其實都不是流行了很久 最終其實都是有上一代的壓力 希望有一個結婚 其實逢是婚禮喪禮 都是一個聚會的場合 聚一聚親戚朋友聚在一起 很多這些未必經常會聚 但是都是想趁這個機會做一些事情 已經失去這個場合的時候 當然是有一個挺大的打擊 我相信是關於事 但是慢慢重新開放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政府也不會 不會愚蠢到那些一台四個人 可以走得太久時間 就算你放回一台四個人 放回晚市也沒有用 你其實做不到結婚酒做不到大那些 其實都是死的 所以長一點看 例如過月或過月 我想最終都要重新開放 重新開放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預期的 有很多本來去年結婚的那些 我也認識了一些這樣的朋友 都是一直在退期 退到真的有期的時候 他們又會開始預約場 從到時那些預約場的數字 爆不爆 你若莫都會看到 所謂回來結婚的數字 會否還可以 其實一般結婚或者生孩子的數字 未必會跟政局很有關係 這個人的男女關係 以及一個生育的意欲 延續下一代意欲 這個是個人層面的人性 這個政權無論怎樣都好 其實都影響未必會很大 反而有些大一點的就是經濟好不好 這個關係會大一點 經濟好不好 有沒有發生過災難死了很多人 這些關係會大一點 但當然如果長遠來說 政局不好 那些人不是不結婚 不是不生孩子 不是在這裡做的 不是在別處做的 所以你的數字都是會有影響的 不是你的政權越來越壞 那些人就不結婚不生孩子 然後香港死了 那些人不是 因為去了別處看 所以你看這個數字 如果一直向下 當然這個會見諸什麼呢 除了結婚的數字 就會見到生育的數字 因為結得分 通常有潛台詞 就是有下一代 很多都是這樣想的 只不過可能 如果看下一代的數字 你不是那麼即時性見得到 你就可能要隔一兩三年才見得到 既然結婚 其中香港人 尤其是普遍的 但內地都越來越多 你有沒有樓才可以結婚 現在兩組數字很有趣 一個是公屋輪候的數字 已經破了紀錄 現在是21年的新高 什麼叫新高呢 就是輪候時間 越整越高 人數也越來越高 證明需求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 山頂賣樓又新地王 又創出新紀錄 5萬多的呎地價 兩個月升了4.8% 這些很矛盾的數字 令香港人不知… 你所說的矛盾的數字 一個發生在公屋 一個發生在山頂 另一方面 移民會賣樓的人 越來越多 但地產公司 老闆說 金錢升了15% 需求不只受影響 而且得風氣之先 所謂現在已經開始移動了 樓價 你覺得信哪一邊呢 是否那些新英高的人 越來越覺得悲哀 或者失望呢 的確是貧富懸殊 兩邊都對的 有一班人相對越來越窮 他們相對越來越需要 這種津貼或者寶座 亦有一班人 一直賺錢 越賺越多錢 可以將山頂那些 那麼罕有的地皮越必越貴 兩邊都是事實 只不過你看到的現象 反映什麼呢 不是一個矛盾現象 而是一個懸殊極化 嚴重了惡化了的現象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至於那個人說 今年樓價一定升15% 你就聽聽他說 他的生意 他的盈利 就是跟那些人買不買樓直接掛勾 那他當然潑一些人買樓 他在跌的時候 就說那些樓很便宜 升的時候就說 你快點買不買的話 升一兩成 三五七成 那些當然是說得出來的 他背後有利益 他有利益後面 他跟他的利益直接掛勾 你好像早前那樣 樓市死光了 冰封的時候 他吃白果吃菊種 所以如果他有銷售壓力的時候 你想清楚他說話的動機 如果他都是作為一個 搏人去買賣的時候 當然你有一個買就有一個賣 那你做地產就兩邊擁 買賣兩邊去收勾的時候就吃兩邊 當然想東西快點 所以他在跌的時候就說很便宜 就是這樣 這個比較低一點 你信不信內地的人會繼續下來買樓 高價也繼續肯入市 雖然買的多數是新樓 這是共識 內地人只喜歡買新樓 其實不用信不信 你將心比己想想就知道 如果香港開始壞了 開始沒落了 現在香港大規模在這裡的人都走了 那你有一些 本身的生活質素不是跟香港相差很遠的 譬如說你附人深圳、廣州的時候 你想想 假設你在深圳住 現在姓習那人說捧起深圳 看死香港了 那你還來不來香港 為什麼還要去香港買呢 姓習那個大哥現在說深圳店 看在這裡 為什麼要去香港 他也不會來香港 所以如果真的會來香港那些 不然是深卡拉 我以前有些朋友跟我說 黑龍江那邊有人想過來 黑龍江那邊很冷 富零壓四十度 這樣就糟糕了 香港的吸引力 原來吸引力中蘇邊境的頭 才有興趣過來 當你有些可能在深圳 在上海那些 他已經看不起你 他已經覺得香港 沒有了 玩完了 香港自己人當然也看不起 那時候 誰人來買樓呢 你就想一想 誰人來買樓呢 生卡拉那麼遠的人買樓 他或者也很有錢的 可能不知道怎樣 你知道上面賺錢了很多 古靈精怪的方法 賺了很多錢 這樣也不行的 問題就是整個城市 變質了 當那些人來到的時候 當然他也不會跟你說規矩 完全是另一個玩法 樓價可能真的升15%也不行的 再多一點就行了 但是問題就是 變質的情況就是 大家都在這裡炒 你知道上面炒的方法也是 也不需要看基本因素 有政策就炒 炒完之後 一聲說香港可能有些變卦的事 就有另一種炒法 那就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當然那些代理都是要吃飯 他們都是會看好的 恩... 又講近一點我們 你作為一個經濟家 你爭不爭成 現在第一 政府就說要些劏房 加租幅度 都要管制了 不要說普通的私人樓宇 就是劏房 因為要保障一些劏房戶 第二就是 就是公屋的租金是可加可減的 有個機制的,但未見過可減,只可以可加的 公屋,我不說私人住宅的租金是否管制 公屋的租金是否可加可減是最公道呢? 劏房和公屋這兩個較窄的範疇 去看現在政府說的加租幅度的管制 或者有一個可加可減的機制 你自己個人的看法是怎樣呢? 你其實問任何一個讀經濟的人 只要他沒有讀壞腦 或者他不是讀馬克思經濟出身 其實一個都很單一的答案會給你 就是這些租金等等的價格 你最好是否不要搞它 即是一個經濟體裏面的文明干預手法 就不是干預價格 盡可能在量的入手,不是在價格的入手 價格是包含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供求的資訊 是被供求雙方去決定怎樣做事 你擾亂了那個價格 即是擾亂了那個information flow 整體的資訊